今天我们来讲讲推手当中遇到那些不规矩的人怎么办 推手呢是一项非常好的运动 我们可以通过推手提高我们身体的综合素质 比如反应、力量、平衡性和协调性 这些都可以通过推手来锻炼 而且呢不管男女老少都可以参与 几乎不受场地的限制 推手的双方可以互相学习互相促进 这里呢有一点要提醒 我们不要和陌生的人来推手 这是为了防止发生意外 现在啊有一些人在推手当中呢 他的心态并不是很好 他会非常的争强好胜 只要为了能赢 他会在推手当中使一些阴险的手段 那如果这样的人被我们遇到了 我们应该怎样应对呢 我们在跟对方推手的时候啊 会遇到一类人他隐藏的特别好 他会在推手的过程当中 对我们用一些阴险的手段 我来说几种应对方式啊 比如先说一种 在我跟对方推到一半的时候 对方想赢我 现在对方用自己的大拇指 抠住了我手臂内侧 手肘之间的一个韧弹 这个地方如果被抠中的话 我的手当时就没有力量了 甚至呢会酸疼很久 那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首先下面这只手沿着对方的力量的薄弱的环节去抽打对方身体 对方肯定要本能要躲闪 借力打力 借着这个劲 封住对方的双手 然后还击到对方 阻止对方对我们不利 这是一种方式 我们再来说另外一种情况啊 比如在我跟对方推手的时候 我在跟对方推手的过程当中 大家注意看我们手腕的这个接触点是一直相连的 如果这个时候对方突然脱离我了 现在是很危险的 对方有可能会在脱离之后啊 突然向我攻击 这个后果是无法预测的 我很可能会受很严重的伤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 在我跟对方手腕这个接触点突然脱离的时候 我要马上立肘护住自己的中线 不给对方攻击我的这个范围 然后我要尽可能的与对方拉开距离 不让对方再对我施加伤害 这一点非常的关键 我们再来说一种方式啊 比如在我跟对方搭手的同时 对方呢在我上下变化的力点的时候 对方会突然拽我一下 这个时候注意 如果我没有反应过来的话 我很有可能我的身体会撞到对方的膝盖上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那遇到这种状况我们应该怎么来应对 比如在对方推到这的时候 我感觉到对方突然要蓄力了 那么我现在应该向前迈一步 作为一个缓冲 不给对方发力的机会 然后我们要蹭着对方腿的外侧 让对方的腿形成一条直线 这样的话呢对方就无法发力了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双手向前铺做一个利远 让对方失去平衡 不给对方伤害自己的机会 我们再来说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 就是在我跟对方推手的过程当中 对方突然进身产生了较大的身体的位移 注意这个时候对方就要使坏了 来看 比如我在跟对方推手的时候 推的过程当中 对方突然进身 普通人的反应啊 是随着对方的突然把距离拉近 都会产生后仰 如果这个时候对方发力的话 那么我的后脑就是第一时间着地 这个时候是非常危险的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 在跟对方推手的过程当中 如果对方这个时候突然产生位移了 那么我不要给对方机会 我直接去平推对方的上半身 不让对方把这个力点放在地上 不让对方的技术成形 这是一方面 还有一个 对方非常的快 如果对方已经成形了怎么办 比如我在跟对方推的时候 对方突然过来了 这个时候我想阻止对方已经晚了 那么还有一个办法 趁对方立足未稳 直接把腿绷直 然后再去平推对方 对方也会失去平衡 还有一点 如果你跟对方的体重相差比较大 你的手反应不过来 没有力量了 对方腿又落地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 我们可以用身体 去突然去撞对方一下 对方一样会失去平衡 这个都是应对的方式 在推手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遇到了不规矩的人 没有必要忍让 太极推手本身并不是为了争强好胜 我们是为了弥补自身的不足 才去练习的 如果说为了取胜 在过程当中去用一些阴损的手段 那么恐怕以后就再也没有进步和成长的空间了 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本着一个学习的心态来练习推手 关于太极推手呢 咱们今天就告一段落 推手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既可以将推手应用到拳法当中 也可以将推手应用到兵器当中 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 一定要活去活用 虽然我们练的是招法 但是我们更要练的是它的道理 推手可以改善我们的身体素质 同时呢 也可以加深我们对拳法 对拳理的理解 大家在练习的时候啊 可以仔细体会 咱们下个视频见